一名去百货公司周年庆写拼的民众在换衣服的时候 他的包包不见了 到警察局去报案 没想到警察一直希望他可以报成遗失 后来是这名民众坚持警方才受理他的报案 但是口气态度不好 还慢慢打字 最后笔录竟然还是这名民众自己打的 相信东西曾经不见的民众都有这样的经验 到警察局去报案 远警都会询问东西是遗失还是失窃 高雄市一名民众就是在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 包包就这样在众母睽睽下被偷走 气急败坏的民众原本到警察局想要请人民保姆求救 没想到我们的人民保姆是这样的 受理报案的远警不但口气态度不佳 连打字也不行 这个远警打字速度慢的状况之下 当然 再加上被害人着急的状况 到后来才妥协说 要不然由他来打 当然事情曝了光 这名远警也遭到调职处分 不过环顾台湾所有的警察局 又有多少警察是像这名警察一样的呢 一会儿 一会儿 好